魏老师好,林老师好,林会长好,Kitty老师好 各位同学,西姐西哥西姐们好 我叫刘兰芳,来自中国 我呢是今年四月份参加了那个长生学 十六届的长生学初级班 前几天是高级班,刚毕业才两天 那个我是什么情况下有缘来学那个长生学呢 是因为本来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个长生学 在几年前的那个长生学的毕业大会上 我们舞蹈班去那里表演 为他们庆贺毕业礼 但是我看见他们那些同学都是老弱病长的 我就没感兴趣,也没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所以就没有缘分,缘分没到吧,就没有参加 所以就过了几年 这一次呢,我为什么能参加 就是我的舞友,Ada西姐 她原来头顶也是没有头,就是突发了 就很稀 我就说,为什么你的头发好像长得很浓密了 用了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我说我打了预防针以后,我的头也吐了 我说教教我 她说,不是吃什么干什么 我是参加了学习了长生学 调理了以后就长浓密了 我说这么好啊 她说,是啊,那个四月份刚好要开班 你要不要参加 我说,那么好,我肯定要去了 后来她就给那个Kitty老师帮我报名 报了名,然后我才有缘分参加了四月份的学习班 然后学习班结束以后 我为了熟悉我学习的内容 我就每天都到这个调整帐里面做两小时的义工 后来因为家里那个花园种了很多菜啊什么的 所以我说我现在改做一个小时好了 到现在呢我就才一天来做一个小时的义工 那个通过调解的过程呢 我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通过调跟帮别人调整 才知道熟悉我学习的内容 什么学位调什么那个疾病 所以我很有收益 但是就是这一次呢 我参加了那个高级学习班以后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 我讲给大家听听 那个前两天就是参加的学习班结束以后 我回去做晚饭吃 做晚饭吃的时候 我就用我自己家里菜园种的韭菜 有鸡蛋虾皮做馅做了韭菜盒子 完了就还做了一个那个青瓜牛肉汤来送 这个吃完以后不久 我就感觉狗狗的肚子好疼 慢慢疼慢慢疼 疼得我没法忍受 好疼好疼 里面好像翻江宝海那么疼的 我没办法忍的 又感觉作呕 呕 完了我就跑到厕所去 呕呕呕呕 呕了几口 呕了一点出来吧 后来没法呕了 我就就回到那个厨房里面坐在水 我就按照以前的想法做法的话 我会去找那个货香挣汽水来喝 我想我可能吃错了东西会肚子疼 后来呢就我就想了 我不是斜了长生斜蛙 我应该自救啊 那我就马上坐下来 闭上眼睛坐下来 慢慢的自我调整 一个是两个手 两个手捕着我的那个胸下 左胸下的胃的部位 这样捕住 捕住之后呢 就大概 镇养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分钟吧 就慢慢的就感觉 呃 不能不疼了 开始疼的我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好厉害的 厉害的什么情况 那就是我满身大汗 大汗淋漓 头发都湿了 衣服也湿了 好疼好疼的 经过十多分钟的调整以后 我慢慢感觉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就不那么疼了 那我就回到房间去 躺着继续的捕着我的胃 捕着胃 我就看了什么时候 那个效果 完全出来 完全好 但是我慢慢的慢慢的 我就忍着忍着的 好像慢慢我就睡着了 睡着 睡着了以后 我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反正睡醒了以后 我就像平常一样 一点什么问题都没有 没有感觉了 起床以后 我虚虚刷刷完了 我就照样去跳舞 像平常一样 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我感觉 这个长生学 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 要么像以前的话 我可能也许要去急救 要20要来了 因为太厉害了 不厉害的话就不会 整头发衣服都湿掉 出汗出的那么厉害 是很严重 才会导致这么严重 这么厉害的 所以长生学的功效特别的好 我真是感恩 魏老师 林老师 副长 跟Kitty老师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 认真学好长生学 可以自救 也可以帮人 为人们服务 谢谢